選舉倒數候選人加緊敗票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到台南中西區撤退掃街 經過中義路和慈英街口 遇到不少人放鞭炮熱情歡迎 不過警方及時用瓶裝水把鞭炮交習 帶你來看現場畫面 原警一邊拿起瓶裝水 一邊閃躲鞭炮 再把水往鞭炮倒下去交習 警方指出 雖然放鞭炮是好意 不過也會對候選人安全 帶來一定程度風險 因為就怕有心人士 借著鞭炮聲掩蓋 塗抹不軌 但也來聽警方說明 警方也提醒民眾選舉活動 避免燃放鞭炮 確保候選人與自身安全 另外也有民眾派影片檢舉 警用箱行車微停 警方強調 當時正在執行選舉為安勤務 並沒有違規問題